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支持明镜与支持明镜与支持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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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 在阻力位置 看主要的技术分析指标 暂时是全部都利好的 DMI也利好的短线投资者可以继续逢低吸力 或者继续买过去持货 将指赞位一定要上移 这些情况下 到什么关键位 10月5号高位215.8 现在以收市位计算 现价213.22 回到下面 关键位 另外两个 一个是9月9号高位244.8 另外一个是8月20号高位254.6 都是再升的目标 买家进攻的目标 买家进攻目标是这样 那指赚位怎么放呢 建议暂时先放在这里最后指赚位 这个前升浪高位 即11月7号高位182.4 如果再升上去的话 我们就建议推上去这个位 这个就是昨天的低位198.3 为什么呢? 前天由这里 211元跌到197.1 昨天再回落 弹了上来之后再回落 是198.3 买家短线的买家已经唱了防线 由197.1推上去 198.3 所以198.3是下一个的指赚位 是合理的 我们会这样看 另外大家留意的建议 我看看这个低位 是164.2 是低于这个高位 164.4 低了一点点 所以这个不可以是12345浪 最多就是 库虎1 库虎2 库虎3中1 库虎3中2 库虎3中3 如果这个真的是库虎3中3 我们就算一算 库虎3中1由这里 142.6升到这里 182.4升了多少 在这个低位 库虎3中2 164.2 这个低位 加上去 等场是多少 肉眼看得到 如果再升 就是1.618倍 是多少 直接算一算 短线投机就是这样 我看看 阻力线 一样 阻力线 就没什么了 现在这个拉这个 就是早已过了 这个不行 这个拉这个 过了 支持线 我试试画上升通道 推上最远 不到 这点 推上最远 过了 也是过了 你可以将 另一方法 就是将 指债位 逐天上移 在上升通道的顶部 就会比较好一点 说完短线之后 我们看看中线 记住 将指债位 一路上移 说多东西 如果再升上移 再升上移 试这些位置 那你就上移了吗 上移到沉默高位 一沉默高位又回肚 就是219元 中线 中线弹上来 仍是一浪低一浪反弹 好处就是 过了这个低位 前跌浪低位 212.6 因为最高位 见过219元 过了 最重要是过了这个高位 这个很重要 254.6 因为过了这个高位 就代表 一浪低于一浪 的走势 结束 稳定点 过了这个高位 275.2 就确认了